在2020年还能实现掌心的打工人 恭喜你们在这个指标上跑赢了一众 财富500强食品企业的CEO 随着许多跨国食品饮料公司 陆续在近期发布了2020年年报 各家CEO去年的薪酬情况浮出水面 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现象是 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公司业绩不景气 被纳入观察的7家企业掌舵人全员年薪下滑 继身金字塔顶尖议员年薪俱乐部的 由亚培去年3月被任命的新CEO Robert Ford 和全球最大软饮料公司可口可乐CEO张坤杰 2020年的薪酬折合人民币分别高达1.33亿元和1.2亿元 但同比分别下滑26%和1.7% 全球最大连锁咖啡公司星巴克去年继身500强 其CEO凯文 约翰逊去年薪酬约为9549万元人民币 同比下滑24% 作为全球最大食品饮料公司却朝的CEO 马克施耐德2020年的薪酬 现实折算成人民币约为7049.8万元 同比下滑1.4% 不过 紧随其后的是法国食品巨头达能的CEO范逸谋 去年薪酬则只有1044万元人民币 同比下滑33% CEO年薪跌幅最大的则是两家啤酒公司不仅没有奖金 连基本工资也打折了 看来2020年 啤酒大公司们真的在乐井库腰带过日子 全球最大啤酒商百威公司CEO博瑞拓 去年的薪酬 折算为人民币约924万元 同比大幅减少69% 而喜利去年6月刚上任的新CEO道尔夫 布林克2020年的薪酬为672.6万元人民币 更是同比大跌91% 尽管每家公司CEO的年薪公事都不尽相同 但一般来说 基本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只占一部分 这块收入往往比较固定 有意思的是 星巴克是榜单中 唯一一家CEO基本工资有所上涨的公司 约翰逊年度基本工资同比增长3% 同时他还拿到了奖金 但由于基本工资以外 部分的收入有所下滑 因此整体年薪有所下降 阿姨 百分之一